接下来老和尚讲了 那个环境里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到 尽善尽远 在我们这个世界 尽善尽远是我们向往 它是理想中的 其实没有办法做到 不但我们地球上没有 就是佛经讲的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缺陷很多 庄严当然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 六道轮回 毕竟人都有业力在作用 是法相主 极乐世界是法信徒 都是自信变现的国度 自信是 敬善敬善 我们现在到人间来投胎 人间是仇业而来 我们都有善恶业力在作用 俗话都说 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当然有缺陷了 当然 这个也提醒我们 不如意多了 过去今生造的恶因比较多 所以假如有不如意 千万不能怨天尤人 不然又造恶的因 要随缘顺受为忍辱 这个都是自己造的前因 逆来顺受 就把它化解掉了 这个债还掉了 而且能够逆来顺受 自己就在这个境界向上提升了 处逆境 随恶缘 无称慧 我们逆来顺受 没有称慧心 业障竟小 所以逆境恶缘 也是来成就自己的 所以人人是好的 事事是好事 洁境是没有染污 染污不仅仅是环境 更重要的是心灵 我们今天讲的是精神 精神的染污 思想的染污 见解的染污 一般人常常舒服了 从我们个人的身体 我们刘明德医师 他提醒老和尚 在台湾讲第二遍 忘记还原观 他有带领华言实验室 做的比江本身博士 做的更精细 更完整 也在联合国 发表过两次 他们 收集了很多 现在西方顶尖的 科学家的资料 都显示了 疾病 很高的比例 可能都超过80%以上 都跟心理有关 所以身体跟心分不开 其实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心念相续产生的像 所以为什么病很严重 可以转变 就像刘树云老师 这个红半信 比癌症还厉害 可是他的心念都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身体就转 包含我们的环境 老阿弥陀佛上说环保 环保 喊了那么多年 有没有改善呢 应该是有改善 只是 恶化的程度 不减缓 还在恶化 最重要的 能认知到 老阿弥陀佛这里说的 污染了 不仅是环境 更重要是心理 人因为自私了 只考虑自己 没考虑后代 没考虑其他的众生 才会把环境破坏 所以现在人最严重的 精神染污 就是觉得自私是正常 我喜欢怎样 谁都没有资格管我 那这个就很麻烦 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 结果还有这个 学者错误的思想 影响了一大片人 便在教科书里面 居然说 企业唯一目的 赚取利润 这个很偏邪的言论 居然便在教科书里面 所以 大家现在书不要乱看 不是彻底觉悟人的书 别乱看 我记得 这个应该有26、7年前 当时 当时还没有遇到老和尚 我们就开始 想学这个 心灵方面的 这些学问 好多灵修的大师 可是是邪的 他都已经死了 还有地方一堆 信奉他思想的人 还在那里照他说的在修 末法时级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自己呢 没有被染污 主要还是家庭教育 有一些底线 结果看这个邪师 又讲金刚经 讲什么禅宗 声参大师法语 你看这一般人都讲不了 他一本一本 挂在书局上面 现在想想太恐怖了 那显正才能破邪 像老和尚这样 宣讲62年 把佛法讲清楚了 不然这邪的力量太强 尤其现在是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了 把享乐视为正常了 功利 急功近利 自私自利 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个都是严重的污染 这个都是严重的污染 他自己就像太强 我她也别说了 我应该帮我 我可以帮我 这是神绅的污染 这是神绅的污染 所以神绅的污染